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議題 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 為了說明目前礦業法修法現況 以及原住民族諮商同意 經濟部礦物局26號舉行 礦業與原民權益座談會 邀請業者及各界單位參與 共同討論分享 座談會就是要收集 包括公部門 主管機關 跟業界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作為將來修法的方向 我們是當然會收集過來 然後再跟一些主管機關 公部門來討論 我想會讓原住民的權益 更受得保障 剛剛是介紹說明 原住民族諮商統一制度 它其實是原住民族土地權利 保護制度的一環 希望讓大家能夠了解 其次的話大概就是介紹一下 整個諮商統一程序的流程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這個程序是可執行 而且是沒有問題的 陽尼礦泉展現案敗訴之後 原住民族土地開發 諮商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 而未來業者是否配合主管機關 施政辦法也備受關注 未來礦業法的修法 我想現在的主管機關 他們已經都是廣納社會 那個包括業界 包括公民團體 包括那個法律層面的考量 都非常的多 我想我們業者也會透過這個平台 去反映我們實務上 在可行方面去配合政府的施政 由於原鄉地區開發利用案件 有許多刑事 目前依據原機法21條 主要限定在土地開發 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等範疇 而未來在空業法中 如何保障原住民土地權益主體 體現聯合國原民權力宣言 第32條知情同意的精神 也是需要思考的重要課題 原則新聞找到Bits華林市採訪報道 很多事實僅能 我們在靠邊 我們在靠邊